亲爱的朋友 我们又来到了儒歌的行版 我是蒋里荣 我们在儒歌的行版这个节目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精髓跟主轴 就是古典音乐 那古典音乐永远都是我的最爱 在一些经典的作曲家 他们的除了从作品里头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背后的 成长的经历 还有它的人生观 那么也因此 它的音乐就会传达出来 它的悲喜人生 而这个人生的体悟呢 我们透过音乐的欣赏 能够完全进入状况 虽然你不是生长在那样的一个时空 可是呢 它却可以给你非常大的人生启示 那古典音乐呢 不像特效药一样 吃下去马上就有效果 而是一种潜移默化 跟一种启发 跟一种领悟 那么在这中间 有取之不尽 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藏 那这就是我非常喜欢 和不同的朋友 或是学生 或是家里的家人 来分享的 那当然呢 我们不要把它限定于在一个很高深的学术面 那样子会把人吓跑 毕竟古典音乐是要用一点心来欣赏 去懂得它 可是呢 它却不是一个 可以让你 就是说不管它的存在 就是说作为你的一个休闲 或是一个抒发 这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能够进入其中 用心的去体会它 我不说了解 你用心的去体会它 它会给你非常大的受用无穷 好 说了这么半天呢 我希望在今天的主题里头呢 我们比较focus一点 那今天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面呢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书伯特 我在很多次的节目里面 都提到过书伯特的作品 那我们耳熟能详的 就是他是一位非常短命的音乐家 只活了短短的31年 而他呢 留下了600多首歌曲 18部歌剧 还有数不清的歌唱剧和配乐音乐 还有10部交响曲 19首弦乐四重奏 22首钢琴奏鸣曲 四首小提琴奏鸣曲 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其中当然最为人所知的是歌曲 光是数量呢 就有600多首 一个人生命那么样的短 竟然能够有这么多惨的作品 而且呢 每一首都是经得起这个时间的考验 千锤百炼 他在这个几百年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是1797年 就是18世纪的最后 末期才出生的人 那么一直到现在 还有可想而知的 在往后去的两百年 五百年 苏伯特的音乐 都是会永远存在 而且令人喜爱的 那么 这样子的人的一生 那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 可以来讲 那音乐呢 我们当然也要听一些 那么我想我们就先来听一首 他非常快智人口的歌曲 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是打算 因为你刚才我念过了 苏伯特的作品 那么样那么样的多 那光是我们设定在 有歌词的这种歌曲里面 就听不完了 那今天我们以他非常有代表性的 大作品或是小作品 都以歌曲为主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 就是他非常有名的小夜曲 那这是他大约在18岁的时候 的一个作品 那那个时候 他正好有一群的好朋友 组成了一个 苏伯特的小圈圈 就是非常都是他的粉丝 可是呢 这里头 每个人的身份都不同 有诗人 有歌唱家 有乐谱出版者 有商人 当然也有很多他的学生 或是他的学生家长 那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苏伯特的作品 那这个小夜曲 特别要来解释一下 就是小夜曲 我们一听他这个名字 就知道 是在晚上 所歌唱的一种情歌 那么这情歌呢 唱给心爱的人听 也许是你说不出口的 藏在心底的一种 爱慕的情愫 那么唱出来 用非常含蓄的方式 那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尚 在所仰慕的人的窗下 那么唱给他听 那是一种情歌 求爱的歌曲 可是呢 是非常的含蓄内敛 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歌词 非常的美 把心里的爱慕 唯唯道来 那苏伯特 普上的曲子 那旋律是非常非常好听 能够打动人心 那么苏伯特 写了这首歌曲呢 就想要献给他 心目中 所仰慕的一位小姐 那么他就 写好了曲子呢 他就请他的这个 苏伯特 乐集 这里头的朋友 有一位男中音歌唱家 就来为他演唱 那么 苏伯特这个人 不但 寿命非常的短 而且是 贫病交迫的一生 虽然他有好朋友 有快乐的 成长经验 还有一个非常 愉快的 这个创作的一个生涯 他所做的曲子 都是他自己也喜欢 别人也很喜欢的 那么他做出来的这一首 给一个非常仰慕的对象 的这首歌呢 他请了他的一位好朋友 男中音来演唱 这位男中音唱得太好了 结果呢 这位歌曲的这个主角 女主角呢 就深深地爱上了 这个演唱的人 所以这实在是造成一个悲剧 这个作曲的人呢 竟然就成了一位 这个促成 促成一段恋情的一位推手 而自己却是失落 那这是故事 也许也是事实 无论如何 我们在这一首 苏伯特的小夜曲里面 可以听到 这样子月光演映下 这位受人仰慕的 爱慕的这位女士 她的窗边 窗帘在飘动 也许依稀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而这位在窗下唱歌的男士呢 威威道出她的爱慕之情 这里面的描绘 那么虽然演唱是德文 可是我们可以在她的歌曲 还有她的歌词咬字里头 你即使听不懂德文 她确实每个字 是在表示什么意思 可是你可以在音乐里面 你绝对绝对可以体会出来 这个情歌的 这个暗暗的这个情愫 也许她有的地方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 开朗的 表达出来 非常直接的表达出来 总而言之 这都是心里的一些爱的元素 那我们来听 这个录音呢 是很早期的 一位著名的男中音 费雪迪斯卡 她的录音 那么费雪迪斯卡 这位音乐家 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个秘密 这是我少女时期 非常仰慕的一个声音 是男中音 Buritone 它不像男高音那么样的高亢 吸引人 可以直接打到你心里去 可是它特别具有的一种温暖的音色 在表达这种小夜曲 这样子的情歌的时候 真的真的是能够打动到你的心里深处的 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 苏伯特的小夜曲 由男中音费雪迪斯卡的演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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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